打字幕提立 我们有一个新的云ço 彩虹云 小孩往外旯回去 你们可以带走来进去那边玩 我带别人聊 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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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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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会儿 大家好 对过来一点点 没关系 对过来一点 坐上去,坐上去 講了好久了 你們的男孩子 南中,坐上來 後山的南中 對呀,這邊有地方 坐前面,坐這邊 曬太陽比較健康 對呀,在國外 要去曬太陽很難 是嗎? 好了,可以坐過來一點 沒關係,有空地就可以坐 好了,每天都來 今天怎麼人那麼小呢? 有嗎? 沒有小,也是一樣 怎麼會看見沒有上市那麼齊? 我是喜歡齊的 看起來比較有台灣的精神 你知道嗎? 不騎不成佛這樣 我告訴你,上個禮拜 我想申請一個詞 有沒有? 一個詞 孔子、老子那個詞 而後來想一想 我本來已經有一個詞了 何必再申請? 我是女孩子 對啊 大家這個禮拜 有沒有進步啊? 大家這個禮拜 有沒有進步啊? 大家這個禮拜有沒有進步啊? 別的都被砍掉了 真的女孩子 我不好當那個 大丈夫,知道嗎? 女孩子比較乾淨 丈夫 我都已經全到了 跑掉了 等一下 看人也好 大家坐在國劇園那邊 好不好 我們那個彩虹園 好不好看 有沒有看到彩虹園? 多少人有舉手? 那麼小,沒到三分之一 你當然知道 你每天賴在那裡 你也不知道誰知道 帶小孩去那邊玩嘛 那邊很涼快 那個跑來跑去 沒障礙 這邊碰到人 古人有很多好的故事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看見了 我們新的人也有很多故事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看見了 我們新的人也有很多故事 他會說,要是看見了 不錯 他會說不好,要是看見了 不錯 你不知道怎麼樣? 你看,他們禪試以前 最多就是揀一隻鈕 放給大殿覺得自己了不起 是嗎?奇怪 然後另外一個 就拿一把槽給他 然後另外一個 就拿一把槽給他 奇怪!有空就那無聊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 就把那只無故的小貓 把它揭成兩段 那古代的人也是這樣而已啊 我們這邊用那個高麗菜 接兩段也是蠻了不起 怎麼經常到這個樣子呢? 不是啦 我不是要你們白手 一點點都沒有那個 哎呀,找不到了 好啦,大概今天不能講那個啦 講別的好不好? 很多很多,很漂亮 看一下,也許這邊有嘛 我們那個中華大本國 好久以前 一直說你們的啦 假如不算我們的 我是外國人啦 我要記得一下 以前有一位國王叫齊勤共 他是在什麼時候,我不曉得 他有一次沒事蓋了 平常國王沒事蓋了 不過聽說這一次 他特別沒有東西蓋 沒事做 他就跑到那個牛山那邊去玩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牛山在哪裡? 苗栗附近 哪一條山如果不很直,那就扭了 知道嗎?叫牛山 他到那個... 成都那個北方靠近的時候 他突然間在那邊掉眼淚 叹了一口氣,就說 我國多漂亮 那個樹木多茂深 然後那個菜、什麼 豆腐很多,吃不完 他一說他的國土 非常有福報 非常富有 他說 哎呀 不過總有一天我會死嗎? 我會離開這個漂亮的一個國土嗎? 哎呀 太可惜了 如果自古以來沒有一個人死的話 他 我自己本人也不會死的 然後我永久不會離開這個國土的 會多好、多好、多好 那個時候有一位石官 協力石那個大概吧 他的叫孔,他姓孔 還有另外一位大官司叫梁,姓梁 兩位在兩邊伺候他 也在那邊掉眼淚 上位大丈夫,好無聊 梅思凱嘛,就在那邊掉眼淚 上位大丈夫,好無聊 梅思凱嘛,就在那邊掉眼淚 梅思凱嘛,就在那邊掉眼淚 說 可以吃一點那個 也可以吃肉啊 可以吃菜啊 意思說生活蠻夠用就對了 然後坐車也 坐很醜的車啦 騎是比較瘦的 瘦的小的麻啦 還捨不得死啊 何況大王呢 然後他三個月在那邊哭了 要死 哭得像你們被拿出別證的時候 一模一樣 不是在這邊那個和尚 被禁止上個月的樂化 別哭那麼喪心的 哎呀,大家在那邊哭死了 其實有那個一個人 他叫暗恥 暗恥,他也是一個恥的 奇怪哪一個人有一個恥都很了不起啊 暗恥,他在那邊笑 他笑那個樣子 琴公又擦眼淚啦 用那個面紙擦一下眼淚 然後又玩過來問他 你笑什麼? 你敢笑我 拿你死別證走 他就說 那個警公就說 那個案子還沒有講啊 又是問他 大人摸摸 笑沒有那麼大聲 我還繼續笑下去 刹車還來不及 他在那邊笑笑 然後警公說 果然因為今天去玩嘛 所以看到風情 然後突然感慨 就覺得很悲傷 連那兩位孔和那個娘 就跟著我悲傷的 就跟著我哭的 只有你一個人笑啊 為什麼? 你們認為為什麼? 如果是你們在那個勤共方面 你們會不會笑? 或是也會掉眼淚的 三個月被拿出別證 會哭或是會笑? 哭?誰哭?舉手? 跟著他哭啊 這麼無聊啊 是他國土 又不是你的國土 你哭什麼? 他哪一個人會笑舉手? 你笑什麼? 就人家無聊 又不是你自己本人無聊 又幹嘛要笑? 我告訴你 我們只能笑自己啊 因為我們做很多好笑的事情啊 像上個禮拜 我自己看人家有一個字 孔子、老子 我也要自己要一個字 名字已經很長了 還貪心 那個才是好笑 不過沒關係 我竟有了 生主來就有 女孩子 然後那個案子就說 然後那個案子就說 如果所謂的賢人 賢財的人物 全部都永久不會死的 永久都滑下去的話 那就是太公、還公 還到現在還存在的 意思是說他那個 大概前輩的那個先王 太公、還公就是他 然後他說秦公 大概這樣 還有那個 如果那些勇敢的人啊 永久留在這個世界的話 那像很多那個 蓋世英雄啊什麼 或是像張公、靈公啊 到今天還會存在的 還不會死的 如果那些這些 以前剛講過那些好人啊 到現前還活的話 那你現在還站在外門啊 裝那個什麼綠豆綠啊 然後怎麼樣 識別症也沒有的 那輪什麼到你 坐在那個王位上面啊 哪裡還能夠在那邊傷心啊 為了自己國土啊 財產啊 那個地位啊 哭鬧那麼傷心這樣 也許你現在啊 現在這個時候 如果那些好漢的英雄都還在的話 你現在還在那邊耕田的啊 流汗的啊 每天吃燦燦還不夠啊 哪裡有時間啊 還在那邊想到趴石 享火什麼的那種狀態 因為有人來有人去啊 有輪來輪去 所以今天才輪到大王 然後如果大王為了這種 自然的那個輪環在那個天下 在那邊哭鬧的話 那就是不人啊 意思說不人啊 沒有智慧 然後那兩位啊 我在下層看到那兩位 那個什麼 那個下面的那些什麼拍馬屁 我不知道另外一個字 在那邊 在那邊 縫城啊 在那邊亂一起一起哭鬧這個樣子 所以我忍不住 我滅不住 我在那邊笑了 那個時候勤工 好丟臉啊 覺得不好意思 就在那邊罰自己幾杯那個酒 還罰那麼兩個 一起三個月扣月花 不能來到場勾修 我們人都是這樣嘛 都跟那個勤工一模一樣 那個勤工到的時候 我們都也放不下 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放不下 我告訴你們坦白 我沒東西可以放 不過放的時候也放不下 會嗎?你們都放不下嗎? 什麼?會?會是會放不下 或是會放不下? 放得下嗎?放得下嗎?放得下 或是放不下? yes or no?no 那還蠻坦白的 還算蠻坦白的 很多人都跟師父說 什麼?師父 哎呀 我如果早認識你 就不會結婚了 結果輪到他先生跑掉的時候 就來跟我哭死了 他跑了 我什麼都做給他了 我飯也做得很好 家庭的照顧很漂亮 他還是跑了 師父 他被另外一個弄符咒了 我說 不是 看你那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女孩子 不用弄符咒了 他 看你那張臉 那別人不用弄符咒了 他就看你那張臉 那別人不用弄符咒了 他就看你那張臉 那別人不用弄符咒了 那你自己需要符咒了 哎呀 有時候見了這樣子 那你自己需要符咒了 哎呀 有時候見了這樣子 你這邊不就是調符咒了他 你裡面沒有弄符咒了 是不是 ㄅ Woody 所以說如果沒有牽sa 他要有符咒了 mãjarı Lo 到底是 nak Risk呢?他要賦符咒 老陵人還是取되는人 甚至獨得要賦符咒了 多少か? 他要賦符咒,但是他要賦符咒 對 然後他要賦符咒 但是他要賦符咒? 他要賦符咒? 然後他要賦符咒? 然後他要賦符 還有他要賦符咒 ¿ 然後他要賦符咒? 不然你買芋籠什麼的 就真的韓國什麼別的啦 冬幼大也還好啦 比方說這樣 同樣 你們有時候結婚久了以後 就懈怠了 沒照顧自己 然後先生跑掉 就來跟師父哭 跟我哭有用嗎? 應該去美容院那邊啦 跟他哭 然後他就會幫助你 他會把你整理一下 他頭髮剪一剪 燙一燙 然後皮膚拉一拉 眼睛剪一剪 那個鼻子怎麼樣 撐一撐 沒方說這樣子 耳朵怎麼樣 割一割 也許還有笑 跟師父哭有笑嗎? 我去時能呼風晃雨 我也不能呼你的先生回來 有時候看你們 我就想替他換另外一個太太 自己好爛 要強迫先生喜歡你 怎麼行呢? 聽懂嗎? 今天的太太沒有那種 太太先生一樣 我不是說欺負女孩子 我講太太 比如說先生也是一樣 照顧自己 聽懂嗎? 身體有時候要乾淨 是不是? 你不一定噴香水 不過要乾淨 常常洗澡 刷牙的好 疏口的好 然後常常去看牙醫什麼 看醫生 看哪個地方不好 要自己整理那個地方 要自己整理那個地方 還有衣服整齊乾淨 每天看到邋遢邋遢那個樣 破破爛爛那個樣子 連看不想看 怎麼愛你? 然後外面的女孩子 當然她最小 她最化嘛 所以她自己很用功 用功要鋪、要噴 要洗、要刷、要去美容院 要照顧自己 那當然先生看就喜歡 妳以前也因為這樣 她才喜歡妳 聽懂嗎? 她剛來的時候喜歡妳 因為妳那個時候照顧自己 妳那個時候最化 所以要用功去找東西 都要照顧自己 弄得很漂亮 什麼乾淨 不是說一定要擦什麼口紅 或是擦紅、擦綠什麼 衣服也不應該很貴才好看 知道怎麼賺就好看 比方說這樣子 如果爬太貴的話 自己可以去水 水那個撿衣服 讓我去自己弄 就很專潔來整齊 看起來常常 因為我們人有那種心理的問題 男女都一樣 他一個人不夠 因為一個人就有一個品質 聽懂不懂? 他爛他就這樣爛 他好 他就好一個地方而已 比方說他會煮菜 他就不會擦房子 他會煮菜 他會擦房子 也許兩個的話 他就不會做別的事情 懂嗎? 他不會化妝 他不會出去的時候 帶出去一下死 偶爾帶他出去就會丟臉了 比方說這樣 想搶他起來算了這樣 然後再去跟人家講話 然後再去跟人家講話 人家就鼻子就把它弄起來 人家就鼻子就把它弄起來 都味道很濃啊 都味道很濃啊 有時候自己身體都很差 然後衣服很差 然後什麼都差了 然後連煮飯也不會的話 那就goodbye了 聽懂嗎?然後這樣子 那種太太來跟我哭 有用嗎? 我說那種太太跟我哭 我會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說你要去學悟書 念佛咒抓她回來 不然你自己放她解脫好了 念那個王聖咒給她解脫 你了解持 М 你了解師父意思嗎? 如果先生太太 或是任何的地方失敗 我們就要再想 我們為什麼失敗 如果我們能夠改變 迎來場地 chaos 我們下一次能成功嗎? 我為什麼弄錯這個地方 如果真的不能的話 那就放棄了 如果真的能的話 就改變 如果真的能的話 就改變 就想學習學到我們成功 如果先生为什么 为什么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吗? 我们不要深恨他 我们去学看看那个人有什么 听懂吗?如果知道的话 去学看他有什么让我们先生喜欢 但我们回去做一样 或是说比他好的 但当然先生不会走 因为先生是本来先爱我们的嘛 是不是?才在跟我们结婚 或是太太先爱我们才跟我们结婚 或是太太先爱我们才跟我们结婚 那那个爱跑到哪里去呢? 不可能这么快就跑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照顾他 不是我们不在意 不喜欢 不喜欢那个先生 不喜欢那个太太 这样大下去 然后后来认为弄错 就来不及 任何在这个世界的事情 也是一样 我们要成功的话 要用功 而且世界的法 世界的事情是有世界的作法 不可能用修行的方法来做的 不可能用修行的方法来做的 那这样子就变成 利用修行的那种力量 那这样子就变成 利用修行的那种力量 那这样子就变成 利用修行的那种力量 在非洲 我认识一个王子 几位公主 他们说那边那些皇家的 全部都要学乌书的 学很多那种神通 有时候又知道哪一个人坏 哪一个人好等等 他们也可以用神通 让你喜欢他 你就迷迷糊糊这样子跟着跑 不过我告诉你 用这种神通好住吗 比方说有一些人 以前好久以前 我第一个几个徒弟 我还没时间教导他们 他先生跑掉了 就来跟我哭闹 就说要给他什么神通 让他先生回来 让他先生喜欢他 我说没有这种神通 其实有我也不会给你 我不喜欢那个黑神通 我知道我也不会给你 不过有知道很多白的神通 你要不要学 他说要 我说你讲话要温柔一点 他讲话就像那个狗叫一样 知道吗? 他讲话就像那个狗叫一样 知道吗? 他讲话就像那个狗叫一样 知道吗? 他当然先生下饱啊 怕有一天都会咬怎么办 他说你讲话要温柔一点 你打扮漂亮一点 你偶尔要穿新的衣服 不一定是贵的 不一定是贵的 新的 穿另外一种个性 你不要每天都温柔 你不要每天都帅 你也不要每天都刚 看情况 偶尔换一下 因为男孩子喜欢不同的女孩子 不同的歌曲 我们女孩子是这样子 你不能每天喜欢只有一个品质 会吗? 会吗? 女孩子也是这样子 是不是? 每天他一样 带带带这样子 好的好的很啊 这样子 有时候坏一点也不行这样子 听懂吗? 有时候坏一点也不错 一说有一点改变嘛 听懂吗? 同样啦 多数男孩子就喜欢很多坏样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样 你要留你的希望生的话 你要自己变化 不然的话 你举几个太太给他 你要哪一种啊 听懂吗? 要家庭和平 要他留在家的话 都举几个太太给他 就好了 因为他喜欢每天不同的 我是不同的花样 听懂吗? 不同的个性 那你要办几个个性就好了 就可以弥补他那个要求 听懂不懂? 那同样 先生也是要这样办 这样家庭就和平了 不用来跟我哭闹什么 神痛里面都有 要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干净 随时都香香 然后讲话的时候 就要去疏口 刷牙 不要像吃那个洋葱 那个大蒜 不要像吃那个洋葱 那个大蒜 然后来跟他说 我爱你 那个时候不管多浪漫 你点几个蜡烛都没有用 那那些小事情会不会给人家吓坏 知道吗? 那我自己本人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那个味道太浓 我受不了 我会想吐 我也没办法跟他谈什么东西 我心会愤掉 我会一直想 哎呀 他怎么没漱口 我在那边一直想 心里都不放在他的本人身上 就问 哎呀 怎么能够讨掉这个气氛 他讲到什么时候 比方说这样子 我是怎么能够告诉他 比方说这样子 这心里不一样 没办法 那给人家断掉灵感 然后就在那边怪人家 为什么不爱你 哪爱什么啊? 好来不及啊 换你 你也不喜欢啊 不过也许看人啊 也许你现在喜欢那种味道 那又保留啊 你又问他清楚啊 有些人这样子 我听说以前古代的时候 那个中国人就会绑那个 绑那个脚 有没有 绑那小小的 像我那个样子 没有不够了 我还没有绑 所以才那么大 没有绑还这么小 合共绑 绑就走不动 每天都要护法台 那以前他们女孩子 专门绑那个脚 有没有 然后绑那不是每天换的 所以那个味道很浓啊 有时候 那有一些先生喜欢那种味道 听说了 我不知道 我不会喜欢 你们可以试看看嘛 也许这样可以保留先生 不过我们真正的 如果真正的高级的人物 他们不会喜欢那种 臭烂的味道 所以我们等级要提高啊 要照顾自己啊 不能怪别人啊 如果什么人不喜欢我们 或是先生跑掉 太太走掉 我们先检讨自己 为什么? 听懂?真正的坦白 告诉自己 有什么地方不对 看看我们要求对方怎么样 懂不懂? 然后我们自己也没做到一样的 这样就知道了 我们要在那边 一天到晚跑到师父在那边问问 要神通啊 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没有用 即使告诉你 比方说我叫你那种神通 可以抓到一个爱人的心 抓到他的头脑 抓到他 让他来 你方便的话 你会喜欢吗? 你会喜欢那种呆呆的 太太先生 被你那个什么 迷惑过来的吗? 他不是诚信爱你啊 他被你绑了 他被你迷惑的 他头脑不是正常的 你喜欢那种神经的那个先生吗? 我是太太吗? 那也算一种神经啊 不正常嘛 本来不喜欢就变喜欢啊 这个神经不正常啊 叫神经是吗? 你喜欢这种太太或是先生吗? 喜欢吗? 所有告诉你没用啊 还是要我们自己本人的 听懂吗? 我们自己个性 我们自己道德 我们自己内边的美 给人家感化 还有我们自己外面尊重自己 给人家看就眼睛舒服 讲话声音 人家听就心得很软啊 听懂吗? 不是我们行为、动作 对待别人 给人家感动 这样子那个爱情才永久 不是动一动就去用那个神通 哎呀 我们怎么从那个国徒跑到家庭里面去 不过我知道 就因为我们这边都不是国王啦 所以我们讲 我们家庭是最适当的 管他怎么亡 是不是 我们在家 我们那个小王国也是很难处理的 我知道这种问题 是困扰你们最多的 是不是 有时候也是很难过 我知道了 比方说你们是很忠心的一个人啊 特别运心了以后 修行了以后 又更想依照师父指示 忠诚 在家照顾家庭 爱太太 爱先生 就有时候爱不了他 就很难过 挣扎 然后最恶感 我知道最困扰的 是吗? 是因为太太就这样嘛 她赖在那里 她不经过 她不照顾 她不在意你做什么 爱不爱她 她不在意给自己什么有吸引力 有一点活泼 这表示说她很尊重她的先生 表示说她很在意 她的先生的看法 听懂不懂 或是喜欢不喜欢她 她不在意啊 两个都赖在那里 先生也是这样 太太也是这样 两个互相一起赖 懂不懂 然后大家拉下来 一起拉 她烂 你比我烂 然后她比你烂 然后大家都一直这样 看她不在意 她那个太太也不在意 然后先生也不在意 她越来越 越堕落下去 然后两个互相看了 不想看了 然后借律还给师父 还很难过 不过对不起 我还是要找别的 不找别的也没有用 有时候这样 你懂吗? 不是换人就好了 你换人等一下 他还是一样 你跟那个太太娶她以后 等一下他还是赖下去 跟那个以前的太太一模一样 很小人 结婚很久了以后 还自己要保护那个婚姻 还要互相尊重 互相伤进入宾 在那边保重自己那种 外表的行为 还有态度、风度和内在的道德 和那种吸引的精神 两个两个子 在那边生育很小 很小 二个子两个互相鼓励 二个子一样 Archive 乱去 两个子两个子 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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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是好生活 乱去 这样不是好生活 这样生活不美 乱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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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互相贡献那种升华快乐的 那种好朋友的 那种很欢喜的那种 激愤在家的时候 就要谨慎 照顾自己 和照顾自己的那个 什么先生太太 才可以 有时候要提醒他 我说你最近什么 头发都不梳了 多几个礼拜还没洗啊 别人说开玩笑一下 大家好 这样提醒他一下 然后大家互相提醒嘛 互相尊重 因为如果我们那个华力 失去的话 那我们当然婚姻也失去了 没有互相吸引了 听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们自己还不想华 怎么他爱我们呢? 我们里面没有华力了 了解师父意思吗? 不想怎么奋斗 也不想什么 没有那种快快乐乐的里面 不在意任何东西 那你不在意自己呢? 谁在意你啊? 了解师父意思吗? 然后你先生也是一个人而已啊 他又不是木头啊 然后人 我们的人都是爱真善美啊 就看到美东西 当然喜欢看啊 然后在家那么丑 当然往别的地方看啊 然后在家那么丑 当然往别的地方看啊 不过我知道很多人学不会 比方说念到午夜啊 然后忙忙忙的都翻过去 翻到九月来了 然后这个菜呢 牛头马卷 吃不下去 可以学嘛 比方说你生活很忙 没错了 不过有一些不忙啊 马上先生赚钱 太太在家呢 就可以一年了 你可以留一段时间学东西嘛 这个上个月 我一定要学会煮菜 即使我告诉你 你最不会 你去学以后 还是会了一点啦 有效 一定这样子 我保证会 很多地方都有教人家 那个煮书啊 即使煮肉也要去学啦 即使不要跟师父修行的话 上不是同修啊 要煮肉给先生 也要去学才可以啊 那你种小不会的话 怎么自然会呢 这要应该去学呢 那学会了以后 就去学那个剪衣服啊 然后学会那个以后 就去学跳舞什么的 陪先生去玩啊 你们说这样子啊 不是说你修行盘腿就好啊 你修行以后 你成佛了以后呢 还有什么事该呢 还是教养这样 生活下去啊 是不是 属于而生华要有一点活动啊 有一点 有兴趣一点 不然的话 也可以啊 可以 盖个山洞锁起来在里面死啊 如果想死 就死得清楚知道吗 想滑的话 要滑得锋利一点 要滑得有趣一点 有意识一点 因为我们还要给榜样给别人啊 不然每一个人都认为 阿根金海那个是 无上是 Supreme Master 数码词 学习了以后 他什么都不会 听懂吗 看起来比以前更烂 画衣服都像该帮帮煮一样 然后煮饭的话 人家都想出国流水 不想留家家 比方说这样子 讲话一半去也讲不出来 不想讲 不想也要讲啊 你认为我每个近几天 要想下来这么讲吗? 有什么意思吗? 那既然有工作了 又做得好啊 要看书 要研究啊 有时候我看 不过没有用到书 没关系 不过有时候也是利用这个书版啊 或者是利用这个故事啊 那我就顺便讲下去 比较顺一点 还有有一点历史 有一点那种榜样 给你们一听就懂 师父讲那些什么 既然这个世界是很无常的啦 不过上帝已经 送给我们这个生命 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 是要他要我做 我们做一些事情的 他送给我们一个先生 一个太太 是要我们照顾他 要跟他配合 要跟他上主 要跟他照顾他 要跟他学习 要跟他互相尊重 互相了解一些生活的 那个离啊 让啊方面 所以我们要做得好啊 不然你还要做什么 有一个先生 有一个他在主理不了 他要去做一些什么 要去选总统吗 太多人了 不要骑啦 去不去去 而且机会也是不很多啦 而且你们这种修行人 只会盘腿而已啊 出去外面 在总统府你们盘腿难看 那国家大使要主力说 我两个半小时还没做完啊 那大使馆那些坐在外面 等一下 我那个时间还没有到 闹钟还没有响 最好行也可以啦 你们想当官 那什么都可以 师父讲过了 不过要做得好才可以 那个总小事情做不好 大事情也做不好啊 你们认为师父这样讲 而已我自己没做 我自己没做 我有 我有做过啊 我有做过啊 七年以后 我先生还很爱我啊 我先生还很爱我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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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太太的时候 做得很认真啊 就是我做太太的时候 做得很认真啊 我做太太的时候 做得很认真啊 我做太太的时候 做得很认真啊 所以她才很有感情啊 所以她才很有感情啊 去德国奖镜的时候 她偷偷打电话给我啊 我认为是他公开打的 后来我打过去,我才知道 他说,哎呀,因为常常太太在旁边 不好意思 他不会怕什么,就不好意思 他太太也叫他去看我 就说都不去 大概不好意思 打电话而已 打电话留名字 他认为我知道他是谁 我真的知道 因为整个德国就认识他那个名字 只有一颗 我不认识那么多男孩子 认识了,不过没有交往 没有像什么男朋友 我的隔壁的名字,我都忘记了 隔壁有男女孩子什么 有所请客,我不会记得他们的名字 整个德国我就知道 我就记得他那个名字而已 对,所以一说谁打电话 我马上知道,没有别的 就不用在这边考虑是哪一个Rudolf 那个是在Munchen,在Munchen, 黑胡说在汉堡那个Rudolf 没有,整个德国只有他 我就知道他那个德国的名字 只有他 我德文很好,不是说我不知道啊 连我老板的名字 我隔壁的那个律师医生什么 很多那个朋友的名字 全部都忘光光了 只有我记得他那个名字 因为只有他的名字是在我脑袋里面的 别的名字我都不去的嘛 不录起来,所以我忘记 所以他打电话说 他没有讲整个心啊 说那个王秋平什么都没有没有 比方说这样,没有没有 他就讲一个平这样 一个平这样子 我就知道是谁了 所以后来才打电话给他 那个是快十年了 九年以后耶 还那么有感情啊 讲话跟昨天一样 还会狭叫什么 这个跟你们讲而已 不能告诉别人 我是不会说 不要告诉他太太了 我不是怕他 怕他家庭不好 把这句剪得要算了吧 不,没关系,留着这个是人嘛 有点人类的感情比较好 讲什么那么久了 他管到哪里去了 跑到德国去了 起钱是什么东西 我一直说 师父不是说口讲 叫你们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我自己本人做不到 我真的做得到 你不信我有一天 请他过来告诉你们 如果他来的话 如果他太太浪大 拜託 我怕他太太氣度 所以我不打電話 就打一兩次那個樣 因為他有打過去 我打過來 有時候要這個東西 我以前寫很多詩 都放在他那裡 叫他送過來給我們而已 不過講還沒講清楚 然後他有一次打過去 因為這個事情 我以前有學師一些 認為拿回來看看 有沒有什麼可以用 給你們看 結果他太太接到了 然後我們聊一下 我說我以前那個 真的不知道怎麼介紹這些 兩個一樣的名字 麻煩 我就講不出來 他說知道了 然後他說要不要跟他先生講 我說不用 我們兩個講也可以 跟你講 然後你傳話給他 後來講一些事情 他說 他說他先生會怎麼樣 好像很喜歡他出去 因為他們住在意大利 就想回 他常回德國 我說你不要 千萬不要走那麼久 千萬不要常常跑 你最好留在家就好了 不要照顧他 因為他已經說他不喜歡你跑 你不要再跑了 因為他很愛你 他才要留你在家 你知道嗎? 然後這樣他就高興了 他就說 好,以後知道了 我叫他怎麼當太太 我是很誠心的啦 我就很誠心啦 因為我怕他又亂跑嘛 然後我以前那個先生又不快樂啊 難得有一個人照顧他 我已經把他丟在那裡 然後另外一個太太 又不照顧他呢 聽懂嗎?我才喜歡那個太太 對他更好一點 以前因為知道他認識這個 我才安心不回去的 因為我認為他們兩個都是醫生 互相照顧很好 而且多數的女孩子 都有那種什麼 家庭主婦的那種品質啊 然後我沒有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做得很好 不過我現在不一樣啦 懂不懂? 我現在有不同的家庭 我家庭很大啦 我覺得照顧不了 所以才很認真告訴那個 他現在那個太太啊 教他應該怎麼對他多好一點 不要常常這樣子離開家庭 不要回去看你的父母啊 你現在先生比父母還要重要 偶爾看父母沒關係 不要每個禮拜這樣常常跑掉 聽懂嗎? 還說因為他很愛你 他才喜歡留你在家 不然的話,你認為呢? 他就懂了 說對呀,對呀 我說你認為呢 如果他愛別的那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他當然趕快叫你走 他在家可以 就有那樣子那樣 就有那樣子那樣 不過我知道那個 我知道他不會這樣 他是很中性的一個人 你最好也在家陪他啦 你最好也在家陪他啦 這樣子比較好啦 夫妻更好這樣 因為家住居了以後 你就變成先生的啦 夫妻又管那個家庭 怎麼經濟朋友那麼多啦 比方說這樣 我告訴他一些事情 他就很高興 不過從那天 我夫妻再打電話了 我怕他氣度啊 我怕他心情不好啊 懂嗎? 我不喜歡這樣 給人家信情不好 既然我沒有什麼 不過他哪裡知道呢? 因為我看我先生那個口氣 還是很留戀的嘛 還是像昨天一樣 不是說十年以內的以後的 所以我比較怕 萬一他聽到啊 他就知道那個他先生那個心 還掛在我這裡 那就不好了 你懂嗎? 我們不是說 這樣隱忍就好了呢 要保護人家的那個什麼 家庭啊、氣氛啊 既然已經走了 放了就放了乾淨嘛 給別人照顧啊 因為一半這邊 一半那邊這樣子 不是人啊 所以我很小打電話 也許我會叫那個 其中一個打給他 叫他送詩或是什麼 如果還在的話 我以前寫詩還在的話 我們講到哪裡去了? My God 跑到義大利那邊去 從中國跑到義大利、德國那麼快 剛才以前講的是什麼? 對,對對 我不是說 我沒有家庭主婦的品質啊 我現在情況不一樣啊 你懂我師父意思嗎? 那個師父 不是唯一的這種榜樣啊 多數的那個所謂的師父 都是民事啊 如果我是民事的話 我不知道啊 多數民事啊 他們都是跟土地比較多啦 不可以跟那個家庭的人在一起的 自然會這樣子 你看像孔子啊 他到處都是跟土地蹦破 有沒有? 然後烈子啊 講一講 也是都是徒地在旁邊啊 老子也是這樣子 沒聽說他跟他的老婆在一起吵架什麼的 還有那個耶穌也是這樣子 有沒有? 常常都跟徒弟 然後連西方啊 蘇格拉提有沒有? 他連死那天啊 他連死那天啊 他也不讓他的親戚的那個 太太 小孩怎麼進來 死那天啊 他被逼喝毒藥嘛 那個政府那個時候嫉妒他 說他傳什麼魔教的 然後逼他喝毒藥 逼他喝毒藥死 那天他死的時候 只有徒弟他讓在裡面 別的讓他看一看 然後他會趕出去 太太、兒子那些都趕出去 經濟、朋友全部趕出去 只有留那幾個大弟子 自古以來啊 任何的成名的那位開悟的老師啊 都會跟土地分在一起的 他們很小很小 跟家庭有什麼關係 我看任何歷史都這樣 那蘇格拉提他死那個時候 他為什麼讓土地進去呢? 他的那個大弟子都是男孩子 有幾個他最喜愛的大弟子 讓他們進去 後來那些大弟子哭了 要命了 看師父喝那個毒藥下去 他們就哭了 沒辦法扔下去 本來哭很小聲 後來忍不住就哭很大聲 那個蘇格拉提就罵他們的鑰匙說 我認為你們是大弟子 我認為你們是好的 我認為你們是開悟的 大丈夫的 誰讓你們留在這裡 我已經趕那些婦女出去了 因為我都不喜歡那種哭哭鬧鬧的這個樣子 我們死的要平衡的死啊 要平靜的走啊 你們就到生死 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他在那邊哭到那個樣子 他跟女孩子有什麼不同 就這樣 那從這個歷史來講 我們就知道 多數的所謂的名師 或是成名的老師有開悟的 他們都不會跟家庭有關係 所以住家是這樣啦 出家是這樣意思 不一定是應該替杜跑到哪一個寺廟區 才算隔愛離家 不是不是 那麼自然會發生這種現象 結果徒弟都會越來越多 會跟他家一起比較感情濃縮 然後他那個… 那個什麼家庭的那種感情 會越來越小 我意思說 如果你們不是有民事的責任 或是有什麼大任務 應該離開家庭的話 或是有什麼大任務 應該離開家庭的話 或是有什麼大任務 應該離開家庭的話 那自己要好好當家人 照顧自己的親戚、朋友 那用愛心感化他們 真正的愛 不是嘴巴在那邊念那個 給人家噁心上吐 你懂嗎? 愛不是用嘴巴講的 你如果真的愛你先生 你要學好煮飯給他吃 你學好做自己漂亮給他看 我以前當太太的時候 白天上班,我都不打扮的 晚上我醒醒回來 我才打扮,知道嗎? 真的是這樣 白天打扮給誰看啊? 整個世界看你有什麼好 你先生不想看你 那你受得了嗎? 對啊 所以白天是要保養皮膚 擦根本亮亮 擦什麼都可以 就晚上先生回來 要點蠟燭什麼 裝漂亮衣服 打扮給他看啊 比方說這樣子 才說愛他 不是一天到晚 念念這個樣子 然後飯也不會煮 自己味道很臭也沒照顧 那個什麼衣服 每天鑽槍蓋幫幫煮 這樣子要說先生要愛你 他怎麼愛你呢? 他也是一個人而已 他有他的弱點 他有他的那個喜歡的地方 你自己都沒有讓他 高興任何地方 然後你強迫他愛你 上帝也強迫不了他 來叫師父強迫他 我才不會 我才不會 我這個就很公正 我會說你選另外一個太太 給他算 就這樣子 我知道這種情況很困難的 很難過 又想愛太太 又愛不了他什麼地方 沒有一個地方給你可以愛的嘛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要愛什麼人啊? 我們看他 他最喜歡什麼的東西 都我們盡量陪他 盡量給他得到那個地方 或是給他喜歡的那個地方 這樣子還是說愛他 不是說一天到晚念念啊 然後我就根本沒有照顧自己 沒照顧家庭 房子兩三個月沒擦 要連自己兩三個月沒洗 衣服都很邋遢邋遢 出去的轉得漂漂亮亮 回來給先生看得像氣概一樣 你懂我意思嗎? 你結婚了以後 整個世界不重要 就你先生一個人重要而已 知道不知道? 如果這個不知道的話 上帝保佑你,我保佑不了 如果你們能夠這麼專心的話 你們一定婚姻瀰漫 不用像西式一樣這麼漂亮 每一個女孩子都有她漂亮的地方 聽懂不懂? 如果覺得自己不漂亮 那學明星的走路啊 學什麼美人怎麼做啊 學她怎麼保養自己啊 今天都可以看書啊 今天都可以看書啊 還有可以打電話 問那些專家的人啊 可以去學啊 沒有什麼藉口了 今天沒有藉口可以說一個 太太不能做家庭的事 先生也是一樣 後來講一些什麼事情 我知道這個是比較 不是修行的那種問題 不過常常你們來跟師父問著血信啊 這些問題是困擾你們最多 我知道如果你們家庭不安穩的話 你們心沒辦法安靜下來 就打坐沒辦法入定 所以這個跟那個有關的 所以說佛法、不利、世界法 我不能說這個世俗的東西 我不回答你們 不過我回答你們很久了 你們都沒應用下去了 你們都說懂了、懂了、懂了 錄音帶聽了好幾童了 好幾童了 根本沒有把它應用啊 一直再問、再問 就問一樣的事情啊 問題不是師父答不答你 按 就是你自己有沒有拿出來用 藥給你 你不吃 你病就不會好啊 師父都有講過 不是沒有講過 先生、太太什麼都講過了 不過我告訴你們 有一些東西小事情 你們沒學會了 他刷牙 刷五分鐘才可以 三分鐘到五分鐘 知道嗎? 如果不會的話 問你的牙科醫生怎麼刷? 也許他自己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刷兩、三次嘛 懂不懂? 刷完了 刷一次、再刷一次、兩次 就一定會乾淨了 有很多漱口的水 比方說 今天有上水很多 有很多有肥皂 有很多可以棉 那種臭味等等 衣服穿整齊漂亮一點 好看一點 也不用很貴 貴的話 你沒辦法每天換 反而自己弄或是買那種便宜的 花花樣樣的 你自己活潑的話 你穿什麼衣服都漂亮 不是很貴的 聽到嗎? 像我穿衣服 都是這裡弄的 比方說 多數都這裡弄啊 便宜啊 買一塊布回去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塊布而已 那是棉的 這多少錢?小豬 這塊布多少錢?你知道嗎? 便宜知道不過多少啊 講到便宜他不懂啊 對那個一萬富翁便宜 就輸一百萬了 幾百塊?幾百塊?幾百塊是蠻貴耶 沒有啦 這塊那麼小 不可能幾百塊 我尺寸很小啊 是誰買的就知道? 阿陶買 他買就不會貴的 他那個人不會買貴的東西 阿陶在嗎? 阿陶在天衣上面 說怎麼不下來? 就棉的 棉花啊 沒什麼貴 這貴棉花也是在一碼這樣子 幾十塊呢?幾十塊啊? 我這個那一項上沒有到一碼 一兩百塊最多的 一兩百塊有沒有花得來嘛? 哪有一兩百塊 不可以那麼貴? 棉很便宜啊 不是分那個lone 就很便宜 好啦 幾十一兩百塊 也不是算貴 其實我有時候隨便買 那個路邊那件衣服 最近有賺 有時候路邊買的 台北大賣那種 上市啊 上市有沒有 上上個禮拜 兩個禮拜前 那個花花 那個裙子 就台北買的 十幾塊 幾十塊的 很簡單啊 你們說師父很漂亮 事實上沒有什麼貴的 你們不要買太貴了 買貴的不能天天換 不能常常換 要聰明一點 有一些地方賣的便宜 不管漂亮 而且要適合自己的 聽懂嗎?就好看了 然後賠一賠就好看了 不用很貴 不是說在那邊抱怨說 先生不給很多錢 我不能漂亮 不用啊 那個笨的人才花錢 那個那個 怎麼救濟那些店啊 我們要救濟自己 也不是救濟那些老闆 然後男孩子也是這樣子 修行的時候 當然賺簡單的衣服 輕鬆寬的 坐得舒服 媽回去 或是跟太太出去 要賺時髦 整齊 好看 給太太覺得 有一個漂亮的 好看的男孩子 在旁邊 還蠻驟傲 你覺得他喜歡跟氣概出去嗎? 你是要太太漂亮好看 然後你自己本人呢? 賺什麼運動褲了 再倒場做得爛了 就回去 這樣帶他出去 修行的時候 是有修行的實踐 聽懂嗎? 出去做世界的事情 是做世界 有世界的方法 不可能混加一集 然後在那邊怪我說 修行就變這個樣子 你們講那些人 是這樣來侮辱師父的 不知道進退 不知道輕重 不知道什麼情況 做什麼事情 不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怎麼應變 那個表示說沒智慧的人 那不是師父的徒弟 不要侮辱我的名字 如果你們是這樣子的話 就去不要說 我是Spring Master 青海 無尚書 舒馬子的徒弟 念那個名字也不錯 念那個名字也不錯 我本來是不想申請那個詞 不過因為怕你們傳句不好 申傳句來不及傳 不過後來我想也不錯 如果他念那麼長 他一轉心也不錯 他一念那個名字 他沒辦法想到別的事情 最好最小那個時候 他們專心也有功德無良 功德無良 OK 大家打坐一下好嗎? OK 大家打坐一下好嗎? OK 大家打坐一下好嗎? 好 我繞一繞給你們看一看 然後你們就打坐了 你們就打坐了 我繞一繞給你們看 大家打坐了 不然花那麼多 bus的錢來了 看不到 覺得花不來 是不是? 覺得花不來 是不是? 什麼? 什麼? 食物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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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那麼嚴重? 我是值得錢啊 怎麼那麼嚴重啊? 我是值得錢啊? 其實每天來聽一個小時 講故事的話 回去也是可以花一個禮拜 如果把這些內容應用,就夠用了 如果把這些內容應用 就夠用了 資格上,我們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事實上 我們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事實上 我們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事實上 修行以後就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事實上 修行的人要玩耍不是說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事實上 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事實上 每天就要那種很齒板的 那活得下去不行了 要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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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們一個事情 我在德國 有時候出去 有一些地方 是沒有修行人的地方 像我們去看什麼 那個城堡那些 然後就晚上去 要在一個地方過夜 然後那個裡面 人家是有音樂、有跳舞 那你坐在那邊 大家都跳舞 我當然不很想跳 不過那個音樂家 一是B 也是說 那個最漂亮的女孩子 怎麼不上來跳舞 她怎麼一直這樣練 她等一下又在練 她講什麼講一大堆 然後等一下又拐進去了 他們四大金剛護法都知道 都是一天都晚上練這樣子 終於她一次B 我就上來跳一下 比方說上來 她又在練說 現在她已經上來了 我們想辦法唱什麼愛情的 漂亮的歌 給她留在台上 不然她會再回去什麼的 那個最漂亮的 就是這樣練 然後我就… 他們整個飯館的注意力 都往我那邊去 我受不了嘛 然後我就拿那個菸出來 我就噴它們 那個有一種菸 就是用那個調味料 上的丁香 有時候那些香料 就弄出來的 你抽出來 是對身體不傷害的 那些有精神 聽懂不懂 在那個丁香有時候 你們很累 喝一條跟那個丁香粉 或是泡茶喝 要比那個茶還好的 不會傷害 那比方說 丁香醃 那抽出來就是丁香味道 根本沒有Nicotin 沒有那種Nicotin 中文 中文怎麼樣? 也是Nicotin 太棒了 剥血中文這樣好快 沒有那個Nicotin 不會傷害自己 也不會傷害別人 沒有那個Nicotin 不會傷害自己 也不會傷害別人 沒有那個Nicotin 不會傷害自己 也不會傷害別人 看你很香 那個專業的人 事實上你沒有吸進去 沒有吸到那個肺部裡面去 不過看你很香 那我跟他們一模一樣 等一下他們就不看那麼多了 我把他煙噴得朦朦朦朦朦朦這樣 連人也看不到 這樣還看 這樣還在那邊念了很久 說最漂亮的女孩子 怎麼又不上來 跳舞什麼 真的害羞死了 然後等一下他的老闆 一聽到這樣 也上來唱情歌 唱什麼情歌給我聽 然後大家都很熱鬧 等一下我太害羞 我也跑掉了 也說那種情況嘛 懂不懂 有時候我這樣隱瞞他們一下 注意力就不放在我那麼多 真受不了 有時候吃個飯而已 要被人家呢 這樣也是盯著看 我不曉得我漂亮在哪裡 我告訴你們坦白 去哪裡都被盯著看到 就受不了 有時候上去帶他們去玩一下 或是有一些工作出去 然後坐船 坐巴士 有時候我真的在那邊戴帽子很大 才能夠撤起來 才能夠撤起來 受不了 太害羞 太害羞 然後用什麼圍巾都包起來 上 還好那邊冷 天氣冷 天氣冷 你圍巾圍起來 沒有人想什麼 真的不曉得 頓土或是要騰云跑掉 才最好 有時候真受不了 半小時還可以 超過半個小時坐在公眾裡面 就會覺得不舒服了 常常被人家注意 這樣不舒服 而且你們也知道 我穿衣服跟他們一模一樣 不會差的 也是像你們一樣 褲子上身 不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是平常人家賺的 也是裙子 然後衣服 就這樣沒什麼差 有一個腰帶什麼的 要這樣子還是盯著看 去哪裡都一樣 所以去那種地方的話 我越跟他們一樣越好 他們噴煙 我也在那邊噴 不過他們噴 跟我們噴不一樣 他們噴煙 多數的人吸煙 為什麼喜歡呢? 因為他吸到那個灰部裡面去 然後那個他那個煙 那種nicotin 那種成分 會循環在他那個水管裡面 沉在他們細胞裡面 他們就覺得醉醉這樣子 很驚鬆 很快樂這樣 所以他們會上癮 如果你們不吸到灰部裡面去 不溶流在我們那個水管裡面 水管 血管裡面就不會上癮 不過平常那個煙本來它已經 有一種毒了 像nicotin那個是毒了 所以即使你们真的很伤痕 想抽烟 就去找那些比较无害的 比较药草那些,懂不懂? 也可以喷一下烟,安慰自己 要对自己身体无害的 有一些自己要找,要去问那个药房 或是问什么,古代的人 有一些他们抽烟 就抽那种药疗,听懂不懂? 对身体又好,对别人也好,对环境都很好 不是有喷力固定出来,知道吗? 所以真的善淫的话 还没有办法戒掉的话 就去找那种烟,喷喷看 我为什么讲这些事情? 我也想到戏宴去了 对对对 我意思说我们去哪 要完全一下嘛,懂不懂? 然后你们如果看到师父戏宴那个样子 认为我真的戏宴,我没有啦 十年细一这么一世而已 细一世就几十包 比方说啦,需要的时候 听懂吗? 听懂吗? 不过我不是喜欢的 我要的话要聪明一点 要跟人家一样的 不过要聪明一点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像有时候聚聚外面 为了免,人家知道我是谁啊 那他们那个放上边 我也放着 我没有跟他们说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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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什至今一清兵以上的无上书 书抹核什么书 放着嘛没关系啊 听懂吗?他们就不会再来吵你 然后他就常常走过去 看到你那辈子还在一半了 他就不会再倒下去了 你不用讲麻煩 有时候讲更麻烦 看情况 能讲的时候 当然讲给人家也知道 随我们也很好 不讲的时候就不用讲 看情况 你们随时都要用自己的智慧 要判断的能力 完转处理事情 不说每次都一样 每次一样 我教不完 我教不完 因为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你们是几千几万人 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每个人又反应不一样 要自己知道怎么做 听懂吗 你们修行两个小时 就为了专心的 集合自己的力量起来 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的 如果没有拿出来用的话 就浪费了 就不用做了 就跟不做的人一样 跟没智慧的人一模一样 那何必在那边还 还在那边怎么样 说 骚傲起来 认为自己了不起什么的 我们修行的人 如果没有办法 用到自己的智慧的话 应该要更忏悔 你们不要认为 你们不要认为每个人来这边听这样子 师父讲话都会了解 或是回去做一样 真的不做 真的不做 那有时候 我们说要度众生 这很难 就不要提那个字 这会很惭愧 有时候我就去 什么人都喜欢师父 他不知道他喜欢在什么地方 就是很喜欢就对了 不过等一下跟他谈的时候 他就要别的事情 如果不要钱就要钱 不要钱就要别的东西 那都很世俗的 根本跟修行无关了 他的灵魂知道 他头脑经过头脑过滤了以后 就变形了 而是几个礼拜以前 有几位那个 所谓的修行的修者 就跟钻和尚服 他不是佛教和尚 就是他想跟这边融化 所谓钻和尚的一服 也来这边听师父开始 听两三个小时以后 就我因为看他们是别的人的修行的团体 要钻和尚的一服 我很尊重他们 他们要跟师父讲话 我就肯 带去一客厅那边谈 每次都是一样那个团体 一谈出来就要钱 他团体也是修行的团体 我也是修行的团体 他不帮助我 他怎么还来这边要钱 然后我这次就不客气了 听两三个小时 根本没有沉入一点点什么修行的味道 都是要钱 要钱也不是做什么 该道场什么的 然后找别人来修行这样子 那我们已经做 我们既然这样子的 我们这边也需要 我也需要该道场 帮助别人修行 来跟我拿钱干嘛 听懂吗 如果我是在这边做买卖 我也是修行 我这边徒弟比他多啊 我需要钱更多啊 比方说需要钱该道场度众生的话 我需要比他更多才有道理 每一次他的徒弟来 一样那个团体 我不讲你们也知道啊 不讲不好意思啊 每次他要钱 然后我这次那次我不客气 我说你们的团体没事来这边啊 都讲一样的事情 都经济困难 为什么困难呢 这一次因为他说 他们买在纽约中心啊 叫做最贵那个地方啊 买到一栋房子了 现在没有钱什么修理啊 没有钱弄什么这个那个啊 很多那种 听懂不懂 我说那何必呢 如果没有钱就不要买那个地方啊 贷款什么都不行的 我说那不用啊 买别的地方啊 他说他师父认为那个地方很棒 因为在市中心的 就很多人会来修行啊 很多人会来 我说不一定啊 你看我这边是最便秘的 以前是鸟不圣坛的 每个礼拜还有那个数千人来啊 没人请啊 是不是 而且来我们也不是款待什么很隆重 也是饭吃一个钢杯啊 然后我坐地板上面这样子啊 连一个屋顶也没有 是不是 我没有什么房子啊 人来就来啊 你修行好 你真的讲正理啊 不拜托人家 拜托人家不来也不行啊 真的一年我不让你们来 你们吵死了 以前我们大殿被拆掉嘛 我说你们没有屋顶也不要再来 我怕你们感冒啊 小孩啊 老人啊 没有地方躲啊 我良心不安啊 不要再来啦 还是决心啊 拜托给师父来 我说好 那这样子 一个月来一次就好了 还是不行 每个礼拜都要来 还是这样子啊 但是师父 我们还是每个礼拜都要来 这逃假缓假 到三个礼拜来 我说最后第四个礼拜给我们休假 最后里面鱿鱼很久才啃呢 再说好好好 第四个礼拜我们不来 比方说这样子啊 那就谈什么 便秘不便秘 我们这边是最便秘的 以前都没人要的 你们知道啊 一夹地三十万 没人要买的 现在变三百万了 那个金海五三日来的 就变不一样 五小那个人怎么那么厉害 地也变很贵 然后我就跟他说 很坦白 我说我们 只说你们为什么每次都一看到我 你们的团体 不管是什么去 什么和尚 他们的和尚 听到我懂 他们也算和尚 穿和尚的衣服 出去没有 他们认为是和尚就对了 OK 然后我说你们每个每次来这边 不管是什么人 都来这边 你们的团体 都谈这个钱的事情 我每次都经济困难 我们修行的人 最怕就是经济那个不独立 你们知道吗? 这是给自己经济困难的 你们知道吗? 然后他们笑笑的说 那个某某、上帝他们的神 让他们这么困难 我说没有 我说没有 那上帝是教给你们智慧的 那麻烦是 那个经济困难 是你们自己叫出来的 他给你们的智慧 因为要你们解决这些困难 不是要给你们每天 每一次都来都困难 我说没有经济困难 我告诉你啊 不是因为上帝不给我困难 就是因为我不让祂给我困难 就是因为我不让祂给我困难 那如果上帝要考验他们 每一次都给他们经济困难 我说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很简单啊 比方说你没钱 你就不要买那个地方 买比较便宜一点啊 听懂不懂 他们说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我说那边是市中心 比较多人 我也马上就打了 我说我们这边就很偏僻啊 来得很困难啊 没有车 没有什么啊 人家也来啊 每天赶也不走啊 每个礼拜拜拜托来的 我拜托不来也不行啊 这个没有什么理由啊 是不是 那个马上就有证据了 他们就shut up了 不能讲了 然后第二 然后又再讲下去说 上帝给他们什么困难 我说没有 上帝给我们智慧 为了我们解决这些困难 很简单 比方说你没钱 你就不要买那个房子嘛 我在这边也是这样子啊 我没钱我就不买啊 我等有钱我才买啊 听懂吗 我不去麻烦徒弟啊 而且你们徒弟那边有啊 你们自己交徒弟来买 他说他们都没有啦 不想来不买 我说那既然没有徒弟 那根本不应该买啊 听懂 我一直知道 既然徒弟不合作 不想来 那何必呢 我这边都逼不得才买地呢 因为人来太多 我没办法啦 出去才买 是不是 有人了以后 有徒弟了以后 我才逼不得才买地呢 我以前没有住在河边啊 我住帐篷 我住山上啊 我随便到处乱跑啊 看哪一个河边 公共的河边 那大帐篷能大 我们就大着住了 然后他们一直说 哎呀 我们因为这样子没有钱啊 居然要这个房子 做得很好看啊 而且已经有 做不是做普通啊 做得很豪华了 用真的珍珠弄出来 真的黄金弄出来 真的那种珠宝 那种贵重的那种 上我们在这边弄一条这样 他都铺在床上 放在墙壁上面这样子 当然很贵啊 我们没有空赚钱 给人家那个装黄金 那么那么奢侈 是不是 我们这边要黄金的话 用黄金的那个 那个什么颜色的墳铺上去 这样看点亮亮就好了 何必嘛 反正等一下你又会死了 黄金人家也拿走 在上次我跟你们告诉过 那个我去德国 看那个城堡 有没有 那皇帝 他盖好几个宫殿 非常漂亮 里面都是黄金珠宝了 他四十多岁也死了 他带不走 带不走 他带不走 带不走 那没什么 那我们北京那个什么城 有没有 金至城 金至清城 现在也是没有人住 当光光地区 是吗? 每个人付几十块 就可以进来当王 比方说这样 有什么好住吗? 油的话 当然我们经济很充满 我们能够做的话 那我们要做什么 那我们要做什么 也没有人讲什么 是不是? 没有 干嘛找麻烦给自己呢? 我说我们修行的人 最怕就是找经济困难给自己的 我说我这边 我为什么没有困难? 因为我有我就买 没有我就买 不买 我跟上帝讲 既然你要给我做的话 你要我买那边的地 如果我没钱我就不买 比方是这样子 别是说不是我的 任何的我能做 别是说我的 我做得到 我买得到 别是说我的 我做得到 我买得到 别是说我的 那不行的话 就别人的嘛 干嘛要这样子 硬的要买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是很喜欢买总统服啊 不过 不过知道 我不能买 就不买啊 一干嘛硬的要自重心 怎么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当然花很多钱 然后一天到晚去磕头啊 去拜托人家 这样子当丐帮帮主 不是比较适合呢? 那这样怎么叫主啊? 是不是? 这样怎么民事啊? 民事是要给的 不能拿的 你一拿人家东西 你就变人家比人家低了 告诉你坦白 是不是? 下次看到他 也不好意思处理什么东西 他要你做什么 你又不能真的公平的对待他 是不是? 你知道他不对 你也不好意思跟他 那个骂和事怎么拒绝了 所以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戒律板 告诉你们又清脸就这样子 不能出卖我们自己 为了任何东西 感情也不能见人 钱也不能见 见人一点东西以后 就见人情了 你吃人家东西以后 你就不好抬头了 知道吗? 所以最好自己赚自己的饭 自己照顾自己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能够抬头看任何人 所以我们才能够抬头看任何人 我们讲道理的时候 才有重量 我们才是真正的 那个自己 一个真理的榜样 一个精脸的榜样 我们当普通的人 也要精脸 不是说当官子的时候 才要精脸 等你当官子的时候 才要精脸 等你当官的时候 你那个习惯难改 听到吗? 你当普通的人民的时候 还不精脸 你当官的时候 还怎么精脸 是不是? 习惯了 然后就盲盲目目忘记了 所以这边告诉你们 不能供养任何和尚就这样子 任何人供养 我们把它拿撕比证 讲好几年了 还是一样犯的错 你们认为哪一个东西很好 你们买来 OK 我们就付钱给你们带回去 不可能在那边 默默偷偷供养一两个人 收买他们的感情 收买的感情 知道? 讲最后一次 来偷偷摸摸 这就是给什么人 什么人 那两个人全部都被赶走了 如果你们想陷害他的话 多供养一点 这次也有被赶一个了 被我赶六个月不能来了 你们想跟他一样的话 就继续供养下去 我们这边什么都不却 我已经跟你们讲好几次了 除了一些几次了 虚实 regulated 即使缺一点那个生活 那种世俗的不得 即使缺一点那个生活 那种世俗的东西 不会怎样 外面有更多人 比我们更困难 我们这边吃的饱 睡得早 睡得好 所以说的好 地方都很好 没什么揭晓 我们修行人本来生活要简单 用多一点也好 没有也没关系 是吗? 为什么在那边拿这个 拿这个 供养这个人 供养那个人 收买私人那种 私底下那种感情 很无聊 当联络人员更要知道 所以我罚他这样子 不算严重的 是不是 如果他是联络人员 然后我不罚呢 那你们呢 我怎么弄 是不是 你们认为我过分吗 这个谁都知道 不能受供养 不能随便供养 是吗 而且也供养一小部分的人 了解我意思吗 你喜欢谁 你就供养那个人 那这是什么东西 有分别性 是吗 要是供养男孩子 不供养女孩子 然后供养那个主 不供养别的主呢 奇怪 大家都一样功劳 怎么这样子 看哪一个好看就去供养 这样行吗 哪个你喜欢就供养 这样行吗 不可能 如果你们真的好心觉得 我们这边不知道那个好的东西 可以买来 不过跟那个当家事讲好 我们就付钱给你就OK了 不可能偷偷摸摸 在私底下给那几个人 经济也不行 来这边没有什么妈妈 爸爸那个东西 住家以后 就不要谈那个东西了 了解我意思吗 再来意思的话 我把这个道场灌掉了 我宁可不让你们来 这样互相误燃 了解 我们就不缺任何东西 有没有缺什么 我不觉得 我以前还没当师父以前 比他们还要缺 我就有三套衣服 我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那么冷 有两套衣服而已 有一个钢杯 不是不修钢那种 因为很重 我不能带 那种驴箔的 都很金的 一个条根这样子 然后两个袜子 然后我袜子后来都烂掉 也丢了 就一串鞋子 然后两套衣服 换洗油说来不及干 也是这样子 这边缺小什么东西 任何都不缺 我当然现在穿衣服很漂亮 给你们看而已 智商我不穿也可以 怕你们混倒 要不要我表演 我那个放虾的精神给你们看 要不要我表演 我那个放虾的精神给你们看 要不要我表演 我那个放虾的精神给你们看 马上可以做 马上可以做 不要考验我 告诉你 我们介绍一点那个物质的方面 不会怎么样 不要窮坏我们这边的人 让他们好好自在自然过日子 你们自己做不到 还在这边来这边乱拉 乱污染人 你们认为你们那级毛钱 这样子很了不起吗 你们认为你们在外面赚钱 这样子他们不会赚吗 你们认为他们这边都是残废的人 没手没脚 没有能力可以赚钱吗 他们才不要的 才来过那种简单的生活 而且他们这边都要买什么 写一个单子下来 就以为这东西都跑到门口了 需要你们那几毛钱吗 不要那么招慢好不好 来件布施什么 我们就会不是丐帮 你们才是乞丐 你们在外面头地地的 每天十个小时 为了赚几块钱这样子 还不对自己 觉得惭愧 这边花钱这个样子 那么大方 觉得他们了不起 恶性 了解电导的事情了吗 我不见你们任何东西 不介绍任何事 他们在这边要买什么都可以 就他们吃太多了 看有没有什么人营养不良 我们这边有没有人 看起来营养不良 我平常本人吃一天一餐而已 我也看起来很漂亮 没有在中间没喝没吃的啦 偶尔当然我接客的时候 都吃两三餐就有啦 不过平常就吃一餐而已 有时候超过一天 一天 没有到一餐了 听懂吗 不会这样 你修行多了 你精神都很好 身体会很光亮 不缺小那种物质的东西 你不要随便侮辱 污染人啊 你不要认为那种物质的东西 可以养你们的身体肥啊 身体也许肥啊 精神没有那么好 知道吗 不要乱来 那种很烦 讲了七年了 还没没没 没有懂 这一绿版里面都有血 那你们有几块钱 聊什么物质啊 那有不少钱 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污染啊 供养的时候 心里面很干净尊重 随便花一点钱 花来花去 看你很大方 那个样子 你们钱多少 不要再让我生气了 你们用我指的 闻着很难闻 知道吗 我们这边每个礼拜 要那个煮饭 给那个数千人吃 也不会算多少钱的 听懂吗 就是因为有的人不想吃 这样买饭 就来一次问了说 我们怎么办 要付钱 随便放个桶 你要付钱 你自己丢进去 没有人管你丢多少 你丢不丢也都一样 听懂吗 哪有我们最少什么东西 就在那边里面乱来 就是有时候我去红法 当然花很多钱了 不过我游的时候才去啊 没有 我也不去 我跟上帝讲好了 如果他要我做什么的话 他先准备好 如果没准备我就不去了 如果他要我做什么的话 他先准备好 如果没准备我就不去了 比方说这样子 有什么有几块钱而已 每天在那边赚钱也要命 让我自己了不起什么 我们需要你们这几块饼干吗 带业障呢? 很小人供养 目的单纯 我告诉你坦白 等一下看到他 他就要这个 要那个 然后他要特权 他要靠近 他要特殊的 他要你多跟他讲话 多跟他打招呼 多替他做这个 多替他传消息 他一进来 随时你都不能挡 当当当当当当当 无聊 知道 这边不是给你们贿赂的地方 任何人都一样 有钱人跟没钱人 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哪一个人 你在外面做什么大官小官 我根本不认识 我有没有认识任何人在这里? 没有 你们知道很清楚 如果认识的话 就是偶然的 万一他当护法什么都偶然 知道他是什么人 不然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啊 你们多少钱都不管 这边不是用那种东西来量的 那个几年以来 大家都知道了 多数那个旧的同修在犯了 信同修不敢了 才奇怪 如果他是信了 我就会饶他 没有 他还是最知道的 他还是最知道的 在那边喜欢那种大方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我不喜欢 你们认为我过分吗? 今天讲最后一次 也要任何人做你们自己提醒他 不让我抓到就好 不让我抓到就好 我抓到了就 Sayonara 不管他是谁 这个因为我也是算第一次 所以每一每要全部赶他 已经讲过一次了 下一次你们如果不挡人 不帮他提醒的话 连你们知道的人也被连累了 听懂没有? 我要训练他们 这边有今年的精神 不是说严格 听懂吗? 这边什么都不介绍 你们来吃饭几千人 有没有不够啊? 有时候当然不够 那主来不及 或是什么 不过这个不是这样的 OK 没有想画那么久 想太近 上针啦 上针啦 OK 好酸 好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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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啊 好 出场,出场 1,2,3 一天新茶 Vehicle 我們有一個新的園ophyllum 有個小孩玩 Island 在這邊有很多玩趣 你們可以帶小孩去那邊玩 那邊也很涼 所以要丟床 以後我們就要放幾個電視 所以你們也得在那邊看 然後如果人肉 我也最好在那邊給你們看 看本則正明細的 大家好 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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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來來談談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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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不然的话,如果买一张 你们要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每个人一定要是红,知道吗? 就是随便拿,到场拿回去 弄不高兴就好 我那车子也是很小 你们生小孩太快了 我来不及了 其实我车子很大 能大比干糖果很多的话 我就跑不进去这里 就变成那种很大的车 要喷气什么油漆的 污染那个到场 污染你们的那个空气 所以我做一个不特别的小孩 用电了 用电了,不然 看小小,偶尔给小孩几个 就变几个那边好玩 也许下一次轮到你 不要相信 因为说我不给 但你的小孩 然后大孩也要,无聊 丢脸,不会丢我吗? 大孩子也要,奇怪 我给到什么时候? 我给你,那别人也要 我不给是不公平是吗? 我真的不丢脸吗? 不会,不会丢脸 我知道了,好久就这样子 没有脸就丢了 好啦嘛,就这样子吧,我们好玩 知道吗? 拿不到酒里面是五棒 可以吗? 这竟然五香丝,四香丝,四香丝,四香丝 来的 不可以吗? 新鸡丸,好漂亮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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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的口味 好香的口味 好香丝 你能让我洗一个媳妇就要吃吗?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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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ce loved food OK OK 知名 people Blend,绝默, Highly, Highly, Highly viel finds that you can see 看够了吗? 分享一人看一秒 好 危險 有多少冰산和妹妹 他說 ABC、Diamимости 他們的小孩 surtout 沒有拿過小孩 有多少冰산拿給他們的小孩 像自己 enyra sufficient 我們的家裡搶過 有多少冰산和妹妹 petit peu 大人手用案太 付給小孩子 這個給小孩子 好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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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不哭了 好可怕 好可怕 小孩都在哭 不知道哭 会噩 不然时间到了 不知道他饿了 哭了 就抱他起来 不是说小孩哭 抱他起来 就会宠坏,他不会啦 两年以内,他不知道宠坏是怎麽啦 他哭了,就要看看他 你想是不是不舒服 也许你包到那个姿势不好 他就歪了,弯到身体不舒服 有时候吃了消化不良 就会气在里面 把他扳过来,包那个 那你胜部,他的胜部跟你胜部一样 要排排一下 那气出来就不舒服啦 不是小孩哭,人家在看师父 看师父就哭了 那小孩在看什么师父嘛 那他就哭了,看到没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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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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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感到 千金 我也是 真好 我想 不乘了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記得你們在我夢裡嗎? 我的噩夢裡 還好嗎? 好 這什麼東西漂亮嗎? 好漂亮喔 這什麼東西漂亮嗎? 沒有啊 好漂亮喔 来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